你们听说了吗 小王爷已经病了多日了 要不是周夫人 我现在还躺着呢 夫人 君小姐到了 见过诸位夫人 君小姐 不必多礼 你的药果然管用 我这儿媳的身子恢复得不错 气色好多了 夫人今日瞧着 确实气色好了许多 君小姐的医术果然了得 我病了这么多日 这几日身上才真正不痛了 晚上能睡个踏实觉 那便好 今日我会再试几针 给夫人巩固些 好 劳烦君小姐了 客气 老夫人 陆统领 派人来请方厨娘 驸马爷 驸马爷家什么没有啊 怎么在妹妹家请厨娘呀 应该是为九黎公主请的 九黎公主以前最喜欢吃 我们方嫂子做的红豆糕了 说起来 她原先也经常自己请方厨娘 进宫做红豆糕的 不过 自从先皇驾崩之后 她搬去了淮王府 便再没派人来请过 让她去吧 一个厨娘而已 不用那么多的忌讳 是 说起淮王府 你们听说了吗 小王爷已经病了多日了 没法子的事 她姐姐这一家人 身边连个知热知冷的人都没有了 那么小的孩子 稍有疏忽 怎能不生病 说得是 真是难为这么小的孩子了 真是 夫人 可以用针了 好 也不好吃啊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你认识淮王吗 认识啊 听说 他好像生病了 什么病啊 具体我不知道 好像病了挺久 淮王府的事 可不是这么容易打听到的 你从哪儿听的 我今日 一日去定远侯府给夫人们复诊 于是 就顺耳听到他们提起 据说 是太医院的人揣测圣意 不肯好好治 这一帮剑锋师多的混账东西 我想着 你既认识淮王 我又是公主故人 所以多帮衬这些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想登门去治病 那我劝你放弃 无论是陛下还是陆云旗 都不会让你一个灵医 去给淮王治病的 那就麻烦公子 多帮着关注一些 或者 是不是也可以找个你 交好的太医 去看看 我尽量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毕竟 皇王府那边陆云旗看得眼 我跟她什么样 你也是知道的 我尽量 好 嗯 好